好彰化这个妇人自家的工厂正在进行整修 二楼的木头的地板刚铺好了 都还没有钉好固定 结果妇人一脚踩得上去 连人带着木头竟然从二楼摔到了一楼 摔到骨盆腔骨折 这个需要手术呢才能够复现 那么事发当时呢丈夫在旁边是非常的着急 还好这一摔是没有摔伤头部 妇人从二楼摔得下来 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一旁的丈夫着急的不得了 找来医护人员救人第一 先掏上护颈防止颈椎出现断裂 接着台上担架赶紧送医 回到意外发生当时工厂改建中 二楼刚铺上了木头地板 妇人以为这些地板都已经固定好 钉好了 却没想到脚一踩 木头地板一滑动 连人带地板全摔到了一楼 痛到爬不起来 他也没收了 我就是说他不安还是有收了 我打就整理了 骨折需要手术治疗 需要多久的时间他能回复 这个手术之后可能需要住个两天三四天 然后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复健 X光片里 妇人骨盆枪摔到骨折碎裂 事发当时从二楼摔到了地上 丈夫在一旁急到都快哭了出来了 还好没有撞到头部 得手术加上复健 就能够恢复健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梦辉 彰化报道